中華廠商會認為 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 中美貿易戰都可能會緩和 港商或會迎來轉機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作為中美貿易的中轉站 香港廠商生意亦受到影響 但是中華廠商會相信 無論誰當選新一屆總統 情況都不會再惡化 他現在連任 他應該沒有了再連任的壓力 反而他如果都意識到 關稅這件事對他本國的經濟 根本是沒有利益的時候 我不排除他可能會尋求和中國 在某幾個地方方面有些合作 或者是關稅那方面有某些關稅 可能他未必會繼續再加下去 拜登他有說過 未必會維持對中國單方面的貿易制裁 或者是關稅的 他可能都會用一個比較文明的方式 去壓制中國 對某一些我們覺得不是很合理的 一些對香港也都很不公的措施 好像說不讓我們用香港標籤 我希望有轉機 而在北京有國際關係學者認為 如果特朗普連任將會繼續對華強硬 他會繼續推出全球化 要領起爐灶 排斥中國 繼續在安全上 高清技術上打壓中國 這一點毫無疑問 他認為如果拜登當選 可能會叫停貿易戰 他認為如果拜登入主白宮 中美緊張關係會稍為緩和 無線電視記者 閃智報道 雜面電視記者 專門 接著 調查 廣黑 二千塊 一千塊